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高了 汽车也变得越来越多了 汽车虽好 但是作为一项消耗品来说 其坏的几率还是挺大的 所以为了汽车能高效长久的运转 定期的保养维护就变得很重要 但是保养维护那么复杂 需要注意什么 接下来让小编带大家了解一下 预约汽车买回来以后 要仔细的看一下汽车的使用手册 并且汽车的手保一般都是免费的 以及手保的时间 与里程这个部分车有先到的说法 就是里程或者时间哪个先到就算哪个 所以自己要搞清楚 以便自己的汽车能准时的接受手保 时间汽车手保做完以后 大部分4S店都不会免费了 所以自己在手保做完以后 可以系好时间土豪车主除外 然后依照自己的时间 去类推下一次手保的时间 切勿遵循4S店给出的时间 一般来讲4S店给出的时间 大都是提前了的 一年两次不能再多了 所以这点一定要注意 磨合期汽车磨合期对汽车的危害性其实挺大的 因为除非你是老司机 就新手司机骂技术 对于汽车的伤害真的是非常大 尤其是汽车的发动机 以及制动系统 大部分新手都是在接车中成长的 所以磨合期以后 如果不想去专业的4S店 就找一个老司机来操作一下 看一下自己的车子 又没有因为自己的操作 而造成比较明显的损害 例行检查每年两次例行检查 或者说每8000公里到1万公里左右 就要去检查 这点时间云里 乘数先斗为准 例行检查很简单 只要你的汽车没有出现 那么就是更换机油 或者清理一下滤清气之类的 并不需要大的动作 甚至新车的话 四轮定位都不需要 每年一大减汽车的定期检查 肯定不能只是机油 以及滤清气那么简单 在汽车行驶到1万公里以后 或者是汽车行驶了一年以后 就要适当地增加一些检修的项目 例如汽车的接气门键器 以及发动机防冻液和火花塞之类的 检查一下发动机传动带 驱轴以及通风管 总是一年一大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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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